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字常常困扰我们 经常出现 却老是搞不懂 因为它本身很复杂 那特殊文法篇就常常就是把这些字一网打尽 什么字很麻烦 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比如说连接词 一般就小看它 其实连接词学我很大 第二 关系代名词 大家要都知道 关系代名词不好搞 那第三个就像我们这个常见副词 它说副词没什么嘛 后面带LY 不是 我们这边是全部没有LY的 我们这已经讲了很多 那第四种呢 就是说它这个有很多字 它本身意思就很多 像RUNBREAK这种字很多 那当然那个没有发在特殊文法篇 我们特殊文法篇就是针对这个 这些 磁性啊 介习词啊 没有LY的副词啊 集合名词啊 复述名词啊 连接词啊 关系代名词啊 这些等等的啊 那这个像我们看这一集的啊 这一集的几个字都很麻烦 你看都搞了一道的颜色 不这样搞不行啊 全部用的颜色 它复杂性嘛 那譬如说 WHERE WHERE我们一般讲 就在哪里嘛 这个字哪有什么问题啊 就 WHERE 哪里啊 哪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复杂 它有三个词性 副词啊 连接词代名词 意思很简单 大概就在哪里 它有三个词性啊 三个词性我不管啊 反正就在哪里 不是这样讲 词性 你说我英文很好 但是文法不懂 那就穿越了 没有这回事 没有说我英文很棒 可是文法不太懂 没这回事 当然老外可以 他习惯了 可是做一个外国第二外语 除非说你是在母语的环境 可是老外他也不是不懂文法 因为他已经内化了 他已经融入进去 可是我们一般 这个学第二外国语 第三外国语的啊 没有那个环境啊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它变成母语 也不可能有外国人从小到大 出粮胎就开始每天讲 没有那个环境 所以文法是辅助性的 我们看了 这个副词啊 你说这个 比较麻烦是这个 关系副词 第一个是一般的副词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大 关系副词 人家说关系副词这个很讨厌啊 那什么意思啊 它可以切纸句 你看一般副词嘛 副词就是 主要修饰动词 也可以修饰形容词跟其他的副词 这个可以嘛 可是没有说它可以接纸句啊 纸句不是连接词吗 关系代名词啊 副词也可以接词 可以的 有好几个 像威尔的其中之一 就后面还可以动词 关系副词后面可以接纸句 我们先看一个 第一个比较简单的 因为连接词 代名词我们就不讲 免得太麻烦 我们在其他单元有讲 in 或者 at 或者 to 或者 from 或者 place 讲起来就在哪里啊 大一点地方是 in 嘛 小一点地方是 at to 像是什么地方吗 非常从哪里来啊 就大概在哪里啊 大地方 小地方 去哪里啊 从哪里来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Tell me where she is 告诉我它在哪里啊 其实这个不对了 这个句子不对啊 这个应该就是在下面关系副词 但是算了啊 这边口头上讲一声 因为这边有动词啊 它是属于第二种 像第一个 where does she live 它住在哪里就是一般简单的 就是副词 修是 where 就住嘛 它住 它住在哪里呢 修是这个 live 所以包含第一个例句啊 我们就看就是第二个情况 at which place 在某个地方 像用在这个意思的时候它是 它就不是一般的副词啊 我们这个叫地方副词啊 如果win 就是时间副词啊 区隔一下 那它也可以当了关系地方副词 或者 啊 就关系副词 或者你叫关系地方副词 也可以啦 可以接指去 重点 重点啊 就可以接指去 像前面第一个可以接 this is the spot where the accident happened 啊 这就是 spot 就是一个地点啊 这是一个地点 就是这个意外啊 不一定车祸啊 要讲 car accident 才是车祸 这个意外 发生的地点 啊 这就就发生在这里 你看 动词嘛 yes that happened 它可以两个动词 为什么 它就等于 等于当连接词啦 有连接词的意思啦 啊 就是或者是关系在名词啊 啊 啊 这边应该算关系代名词啊 就是 代表前面的spot 啊 关系代名词 因为关系代名词跟 啊 重组连接词 两个到后面都可以跟直去啊 那这边就是 关系地方副词啊 代表前面的spot we came to a restaurant where we stopped for lunch 我们 我们来到了一个餐厅 啊 餐厅关系副词 代表 where 代表前面的这个餐厅 这餐厅就是 我们停下来啊 啊 吃一顿午餐 啊 所以它有两个动词啊 前面这叫主动词 主句 前面叫主句 后面叫子句 啊 主句就像爸爸妈妈 子句啊 儿子女儿 还有孙句啊 还有真孙啊 看到 我看到最复杂有四个层次啊 主句是第一层嘛 主要的句子嘛 子句是第二层嘛 但子句里面带子句就是孙嘛 孙子辈 对 然后子句中子句 再去带一个子句啊 就是 如果你是 子 DAY 证顺 或者你说 这个但是噶 爷爷奶奶 这个关系在冥市后沟煮匂链诗 是 儿子 女儿啊 啊 他那个子句里面 正在紫句就是 rak ¡·aisse än线机 CV implementing that 只 housed 这是孙子孙女 正在那句バ็ pre 曾孙 對旨 所以它这个有四层 我看到最多是四层 一般来讲就是最简单就是一层 就是一个句子一个主句 然后再带直句就很正常 就是一个主句正常 一个主句带一个直句变两层正常 然后这个直句里面再带直句 这个就比较复杂 就少见一点 所以我们常常碰到长句 碰到这个 只会说一个句子里面 一个主句 这个我们会一带直句就有点搞不清楚 直句再带直句是投降了 搞不懂了 所以我看到最多的带孙句 主句 直句 直句里面带直句 直句的直句里面再带一个直句 看到最复杂就是四层 五层都还没看到 那太复杂 Webite就是 你看它除了副词以外 可以当连接词 两个词性 Webite which 介意 介意又怎么样 介意怎么样 Webite是要为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认识它 介由 像这种没有关系的 它就不能接直句 单纯的扶持 就是修饰动词 修饰no 所以扶持大概7% 80% 是修饰动词 剩下20% 30% 才修饰形容词或其他的扶持 所以Webite 你说Webite 这个很多啦 这很多后面加一个 Bite in 什么Webite in 什么东西 一大堆的 这种字很讨厌 当然一般就出在 法律用语里面比较多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去认识它 Whatever 你说Webite跟Whatever 差在哪里啊 Whatever在哪里嘛 Whatever 好像也在哪里 它强调 Whatever 爸爸在哪儿 爸爸究竟在哪儿 究竟 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他强调 Whatever Did you get Denotions Denotions 你不要看成Nation 差一个字 所以很多英文啊 差一个字母 意思差很多 国家是Nation Denotions 是观念 你这个观念啊 你这个杀千刀的观念 到底哪里来啦 这钱不够啊 没关系 我们去抢银行啊 我们去骗啊 你这个很糟糕 杀千刀的观念 究竟从哪儿来啊 就用Whatever 它不一定是地方啊 就是也有一点 那个原因啊 原因或者是 这个抽象的观念啊 究竟从哪儿 哪儿来的 因为不是从地方嘛 这观念跟地方无关 就是在哪儿啊 不一定是地方 也可以是抽象的 或者从一个虚无的 从你脑袋里面哪里 Whatever Have I put my pen 像这个就是地方啊 我究竟 把我的笔放在哪里啊 究竟 所以你要强调语气的时候 究竟在哪儿 就可以用Whatever 那Why Why这个字呢 也比较麻烦 它本身除了副词以外 也可以当连接词 就复杂 所以尤其是它这个 副词里面呢 又可以当关系副词 所以这个很麻烦 所以可以接词去 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连接词啊 但是是连接词里面的这个 重属连接词 那连接词里面的对的连接词 可不可以接纸句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它比较麻烦 它也可以接主句 但是 重属连接词就专接纸句 所以这第一种连接词可以接 第二个就是 关系代名词可以接纸句 第三种就是像这种副词 关系副词可以带 所以这个你说关系副词 跟这个 你看另外可以当连接 这个就不好分了 像第一个是 for what reason 为什么呢 用在疑问句 Why did you say so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第二个这个就比较麻烦 the reason for which 是基于什么理由啊 你看关系副词可以接纸句 there is no reason why you shouldn't go 没有什么理由 你不能去 就是你一定要去 双重否定 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 就是正面的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你不能去 就是一定要去啊 所以这个很讨厌 但是呢 英文啊 黑人里面有很多 双重否定还是否定 所以我们说黑人阳金兵啊 所以有很多 菲律宾的阳金兵 菲律宾英文啊 阿拉伯英文啊 日本英文啊 黑人英文 有很多 他用他本来的思路 去想 去想英文 所以跟我们的文法不一样 所以才说杨金兵 英文才说pigeon 杨金兵这个 不是鸽子啊 跟鸽子的鸽 不同的字 所以这一集就几个比较麻烦的 就是 副词 他可以当关系副词 可以当 后面可以接纸句 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 所以我这个 这个特殊文法片里面 讯息量都比较大 可是 不知道不行啊 你英文就不会突破啊 如果你英文程度很普通 你只想做 讲最基本的 收入听线 这种 这些 你不那么清楚 倒也算了 因为你要求没那么高嘛 如果你希望英文真的好一点 甚至说我英文 希望接近老外 那这些你就逃不掉 因为这些都常出现 可是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这些讯息量比较大 你就换个时间 不要连续看 连续看压力太大 也搞不清楚 隔个一两天 脑筋空一下 再看就比较好 那我的视频都是 个人心血结晶 做起来就不吃力了 可是还是要花很多时间 精力还是要花下去 我的视频呢 数量很多 我相信 应该没有人吧 就我以现在来讲 我的视频的 那个短片 数量已经 很多了 已经超过两千个 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看得完 但是没有关系 你就挑那个视频 我有15个视频 你就挑你有兴趣的去看 当然 综合性的是这个 英文秘籍跟 英文学习 就简单讲 就是这些 这12个 都集结在这里面 所以就整个重复 所以我像视频的人 连这个重复两千七 如果不重复的话 纯粹独立的 就是一千七 我相信没有人看得完 但你就是挑你有兴趣的 然后这里 每一个里面可能有一百 一百个短片 然后我这每一个短片 都有一个 缩图 缩图就能目录 所以看我的视频 也不要觉得 怎么那么多 那么复杂 没关系 你就看缩图 什么缩图 还有标题 所以如果看到YouTube 或者搜寻到 就是有缩图 有标题 就找你喜欢看的 那你要回馈我的方式 如果假设你真的看 觉得不错 如果你觉得 看一看 觉得我这个东西是放屁 这个胡说八道 那你就不要管 如果你觉得 如果对你还有用的话 你回馈我就是四五个频道 你全部按订阅 这集就到这里